别以为人定圣天这句话只是一句励志的名言 在我们地球上真有一个地方证明了这句话 那当然就是位在中东的杜拜 看看它在二十多年前的模样 但如今再看看在二十多年之后呢 有如奇迹一般它在地表上窜起 而且成为了一个美丽而且又奇特的城市 这里面几乎掌握了一切全世界的第一 它有世界第一高塔高达828公尺 有世界最大的水族馆 里面的海洋生物数目超过了33000 同时还有世界最大的卖场 一年的人次进出超过了750万 哇 这一切当然你可以说是由石油财富搭起来的 但也无疑的它掌控了 也网罗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群管理 以及所有的巨大的人力 来支撑这个奇迹般的城市 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白天的模样 不过你没有看到在他们关灯关门 休息的短暂的几个钟头之内 谁又在清理这个城市 让它第二天又能重新发出光芒呢 我们今天就带你看看 这个专门负责让它重新恢复光芒 跟生命的一个特别队伍 20年前这里荒芜一物 现在竟是全世界最值得一探究竟的地方 在杜拜这座世界级城市里 还有座城市中的城市 杜拜梦 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 累计相当50个足球场大 里头有奥运规模的溜冰场 还有全球最大的鞋子和糖果专卖店 就连波音737飞机模拟中心 这里也有 这因为太大了 杜拜梦有项特别服务 吃环乐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但维持着世界之最 又得费多大功夫 原来每到晚上十点关门后 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一板组成的清洁部队 准时出动大扫除 肯定地步 上师之小型军队 在深夜时刻 手脚利落又拖又擦 每天负责的区域广达14.7万平方英尺 不论是大理石地板或是地毯 都轻得一尘不染 商场真中心 世界数一数二的水族馆 也是每天清洁一次 为是水族馆内 三万三千只海洋生物健康 需要之物就是保持水箱内 多达一千万公升的水干净 而秘密武器 靠的是这一台台水车 开了超过13公里的路 每天到这里 为的是从地下室的注水口 灌注大量干净的盐水 30米水族馆团队人员 生物家 科学家 负责清洁的潜水员外 还有专业的食物处理师 每天得准备250公斤食物 整座杜拜商场像是一座不夜城 天还没亮一辆辆货车紧接着登场 有人乱停车 司机马上破口大骂 原来这里凡事分秒必争 一旦延迟送货超过200家餐厅 都将受影响 这家开店才几个月的意大利餐厅 每星期迎接一万五千名掏客 而他的员工足足有170人 时间就是金钱 赶在六小时内备料 出菜流程 整理餐厅 连向细节确认 再确认 终于在开店前一小时 我觉得这个太阳聚好 做人都准备了 整个位置都准备了 我们要有餐厅的汽水吗 除了这次你参加 是这次你参加 是的 有参加用什么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喷水池 能演出20多种不同的水舞 而且每一场都有专人监控 杜拜梦每天约2万名贵客上门 幕后管理和清洁工作 每天得动用2500人维持 挑战更高的工作还有这个 这里是世界第一高塔 哈里发塔 杜拜的著名地标 也是观光客必到的景点 不是忘记每天也有8000人登上观景台 我们只需要清晰这个门口 因为它很浪费 观置场内的人潮秩序难 维持着国家门面更是格外不容易 光是往下看脚底就发麻 但在830公尺高的高塔外 却有这么一群洗窗人员 仅靠着一条生命线在高塔外摇摇晃晃 不但得不怕高 还要注意随时发生的强震风 实在险象还生 插着两万四千多扇窗户 整个清洁完毕 前后过程至少花三个月 坚持又得从头来过 任何一步出差错恐怕就赔了性命 这极度危险的工作只有外来劳工可做 真正担任高塔的清洁员 是这60名的外籍劳工 随从月薪顶多600美元 竟比建筑工人待遇好 万丈高楼平地起 沙漠耀身黄金城 不管是哈利发塔还是杜拜梦 原来这世界第一的故事背后 靠的是一群辛苦离乡背景的劳工 他们用双手改变了杜拜的天际线 举世的光彩绚烂是他们的汗水逐一堆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和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